司马太子您好 请问您这次颁导曹爽后 下一步是期待曹家吗 放肆 你真敢如此诋毁我阿温 曹爽欺凌皇帝 阴谋造反 我司马家赤胆中心 可对落河启示 不用了不用了 您就别再拿为落河了 对了 曹爽派系的人 您会怎么处理呢 曹家这群反贼 竟敢谋反 若不斩尽杀绝 必将后患无穷 真够狠蛋 放肆 你又要诋毁我阿温 并非是我阿温不仁 而是曹家人要阴谋作乱 曹家人是反贼 我们司马家是忠诚 忠诚必须灭了反贼 灭了内奸 但是我建议哈 能不能放过一人 他叫裴秀 谁 就是他 裴秀 爸爸 管他是谁 老夫一概不赦 除非是我提拔的 河南士卒和山西士卒 哦阿温 我想起来是谁了 裴秀 就是河东裴家的 他就是山西士卒 哦 你认识啊 他呀 曾是草爽的院署 今年25岁 整天都在画地图 是个地图痴 大家呀 都叫他图呆子 地图呆子 是的 这就是他创作的 鱼共地狱图 还有 他发明了比利尺画头法 你看水中的工具 是他开创了中国的地图绘制学 他被称为 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 后世为了纪念他 还设立了一个裴秀奖 全世界为了纪念他 把一个环形山 命名为裴秀环形山 哦 那后世有没有为老夫设计一个重打奖呀 像老夫一样中军爱国的 但他的重打奖如何 嗯 这倒没有 后世像您一样中军爱国的人 一般都不需要别人给予嘉奖 想给自己发多少个都行 放肆 原子 莫与这小娃娃计较 裴秀这画图的手段 若是用于军事 大有益处 只是仅凭此点便赦免他的话 只恐其他将死之人不服啊 阿温 这裴秀的爷爷呀 是裴帽 前大汉尚书 面礼爵 郭范时有功 裴秀的父亲呢 是裴浅 之前稳定屯田 乌丸都大有功了 这裴家有些能耐呀 司马太傅 这您就有所不知了 在后世 裴家与狼牙王室起名 有八裴八王之说 到了唐朝 裴家出了十七位宰相 哦 好家伙 这是河东贾家和冠丘家的劲敌呀 他们两家的命运 我就不便透露了 阿温 这个裴秀对古时的五等爵位法 很有研究 冲壶不止难 正是 阿温呀 您铲除了造反的曹家 需要收买人心 不过是用来封赏忠义知识 若用其来恢复古法 至少可多增分六百多个爵位呢 好 此事就交于赵儿去研究 谢阿温 五等爵位法 哦 这书柜里的典籍 说不定就是 五等爵位法 地图比例尺 这姓裴的小子 数学不错 找个时日 老夫与他切磋一番 裴秀现在何处 等我打个电话门门 快打呀 竟敢造反 除非 不对 不是除非 阴谋造反 我操架 阿温 这裴秀的父亲 嘿嘿 阿温 这裴秀的爷爷是本朝 是前朝 开机就不会了 好 你